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从小父亲就告诉我 要靠勤劳力业 我的人生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 走遍千山万水 只要方向对了 不怕路远 我是一个温州人 出生在我们东海之边 从小受父亲这种勤劳的影响下 我16岁就去一个工厂 边工作边学习 也是就学徒工 什么事情都干 在这个三年期间 对我人生来说是一个起点 19岁那年 我当时我的兄弟 还有一些徒弟 跟我帮别人做模具 在这个段时间里 大约度过了四五年的时间 我就把别人委屠的模具 给我加工 我是做一副模具 是论论真真的 把它们资料做好 即使交付 在当地我们这里 应该说非常有影响力 积累了大概有五百来万的 就是原始积累 那当时有些人 就能赚到五百万文明币的话 有的人就去盖房子 当时我说 我要去创业 我要把自己的事业 比现在要做得更好 那时候我才会去把这个钱 全部投入到新的 这个厂房的建设 设备的购置 人才的招聘 后来就成立了我们95年的有限公司 这就是温州人碰见任何事情都不能停下来 哪怕你现在很富裕了 也要去干 我觉得有事情做 有事也干 这是一种幸福的 那95年中国是一种外向经济的一种起步阶段 我受这个朋友的影响 说广交会会有很多的定党 当时的广州广交会啊 它是国有企业 净粗口等等都是他们的份 我们民营企业的小企业是没有这个份吧 但是温州人一桌图画 宇宙能一个tube 代念给副协商 它是什么意思呢 120个不相信 他知道碰见困难 肯定有方法能会找到 那我们就想办法了 我们就租了它一平方的一种这个档口 然后把自己的产品就带到了广交会 从那时候起 正式组络了这个跟国际这些客服打交道 这样的一个渠道 从95年96年到2008年 这个时期是我们公司快速发展的时期 从37万的厂值 到了3个亿的 这样的快速发展的时期 我觉得自己的运气也是比较好 也要感谢我们党和政府 这个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2008年 大家都知道 全球的金融危机席卷了我们中国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 外向性就出口的企业 影响是最大的 俄罗斯市场我们的一些客服 订单急剧下滑 包括一些其他的订单 急剧下滑 从3个亿的厂值 急剧下到的1.5个亿 也有些股东 讲到我们今天没有利润 双杀倒是也有 但是我是有一个坚勤的一个信念 办案企业只能看长久 不能看短期 这个时期必须也挺不去 哪怕亏的钱也没关系 那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做了两大重要决策 第一 留住这种有经验 能上进这种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那第二大决定 既然外销处责 那我在中国市场 在内销市场下功夫 内销和外销一起做双龄区 我们通过两年的努力 到了2011年的时候 又回升到3个亿的一个厂值 所以这里我想想得意 你要在不确定的时期 去经营好你的企业 只为有学习 才会对不确定性这个 就有学习去解决 2017年 我在赛格参加一个培训的时候 发现格局由不要离开温州 就能听这种经济学 管理学这些大咖 一种思想精神 包括一些管理各方面的 我说这个东西非常好 我发现这个问题 我马上就加入 我真的觉得这个受益还是很多的 你像刘传志 他当时说到的 其实是这个定班纸 接战略 带队伍 这种思维 另外高介华老师讲到市场云霄 和实业的可持续发展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在格局的一种深度和一种广度 真的是你要认真地取学 使我说了 它这个平台上 都是精口 你可以去挖 但是你要用心去挖 用心去学 虚心地去学 要空背的心理去学 所以说 只要有好的方法论去学习 认真的去学 你才会对未来这种不确定性 你才会掌握 从温州人的一个思想去分析的 像我们这一代人 他碰见任何困难 任何取责 任何失败的时候 他不倒下 愣愣爬起来继续走 这种街轮不拔的 这种奋斗精神 好像我们武术里面的一种善无精神 叫自强不息 白手齐家 不等不靠 闯荡天下 敢于创新 我是格局人张向勇